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 叶次長 有請叶次長 跟民航局 雲局長 姚維,您好 叶次長好 本期在上週 才剛剛提案要求交通部 討好地警告 陶琴公司 屢次因為 人為的因素而造貨 的問題 結果 陶琴公司 馬上又出包 真的是 需要積極的檢討 次長 這個 這個 桃園行情 發生的事情 也真的是太多了 你看看 這個創始地勤人員 婦女闖進機場裡面 然後轉入到機艙 然後 這個 拖車窗上 滑航的 搬機 那現在又有 這個 飛機 脫幹斷裂 導致於飛機 那樣的震動 全部 是在陶琴公司的 身上 像這樣的一個事情 實在 難以向大眾做個交代 交通部這邊 你將如何處理呢 市長 謝謝委員的這個關心 那事實上 委員指教的非常正確 我們也覺得 陶琴公司 他的意外的 這個頻率 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事實上 我們一直是在用一些 很多積極的手段 來希望矯正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管理上的 那包括最近呢 華航已經把他們的 這個總經理呢 最近有換新的 這個總經理呢 來做一些整頓 那另外呢 內部的這些管理的 這些這個 細節的管理 我想我們也都會 陸陸續續呢 這個螺絲要再鎖緊一點 那他們現在每天 上班之前呢 都會有一些 這個基本的 這個SOP啊 或是說一些基本的 這個這些 上班要注意的事情 每天早上 通通都會先 跟這些陶琴的員工 一再的提醒 那這個另外呢 然後在這個監督方面呢 就監管方面呢 我們也請民航局呢 這邊來加強監管 所以這個部分 也民航局要補充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那個陶琴最近幾次的事故 那我們都依照民航法 加以行政處分 那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我們就開始罰還 那個我們依法從六萬到三十萬 那最近這一次我們已經是 準備是以最高罰還的這個額度來處罰 那除了這樣子的一個處分之外 我們也會要求他 就是提出他的改善計畫 然後我們會追蹤他改善計畫的落實的情形 那另外我們也會針對陶琴公司的部分 加強相關的查核 我們很希望看到遊手改善 是 那麼此外啊 也就是像你自己的那個 桃園機場的公司問題也很大 那麼一再成為國際的笑話 真的是需要將員工要求 能夠辦事效率給予提高 那麼 那麼 是不是 依舊是那種的官僚心態啊 在做事情 或者是呢 生活的機率 那個是管不到啦 這種晚上熬夜 這個打麻將這種事情 壞手習慣了 一直沒有能夠改 再加上這樣的一個官僚心態做事情 你說不造成國際笑話 那才怪 所以 我們的員工固然要保障他的工作錢 但是如果 還真的是不能夠私任的話 也應該有個 退場的一個機制 要不然呢 就無法提升 我們國際 這個機場的這個服務的一個效率跟品質 你說是不是 市長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非常同意這個委員 對於機場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如果有一些員工 的確不私任呢 應該有一個退場的機制 這一點呢 我們也會這個認真來考慮 但是呢 我認為呢過去這一年來呢 事實上 我們桃園國機場的確有相當多的進步 昨天才發布的這個有一個國際的這個期刊 雜誌叫做A Guide to Sleeping Airport 就是這個 它在評鑑全世界呢 最理想過夜的機場呢 我們桃園機場名列全球第20名 所以事實上呢 的確有一些進步 但是呢 因為過去這一行下呢 半半施工的結果呢 的確在施工的過程造成一些不變 也造成很多的一些一些困難問題 全世界各個機場在施工 大部分都是把機場整個關閉 這個行下關閉在施工 就比較不能不會造成問題 那在這個地方 的確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那我想呢 我個人覺得呢 過去這一年多呢 這個機場呢 事實上呢 我們也做了不斷的在做設備調查 那個旅客的滿意度 事實上一直有在提升 那我覺得呢 我們呢 常常事實上 我們也沒有看很多 其他國際機場的這些消息 像昨天那個香港機場就有一個消息呢 有一名這個以色列人呢 年輕人入侵機場呢 整整的呢 這個六個鐘頭呢 這個這個航警啊 保安要追逐他啊 最後還有這個航警保安都跟著受傷 有六有這麼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別的機場呢 如果跟國際機場比起來 我們的機場可能沒有那麼壞 所以呢 我認為呢 說它是國際消化 我個人是覺得 我很難接受 但是它有很多要改善的空間 這我完全同意 好好好 你還拿人家的來做比較 你那個零缺點的那是最好 不及的意見 那麼 第二個問題啊 有關機場飲用不佳的問題啊 我比較操心 那個本系認為啊 對交通方便的地區 我們的航空站的所要重點 應該是啊 引用績效這方面的提高 但是本系認為啊 像花蓮台東 離島的這些個交通不方便的地區啊 提供空中的交通工具給民眾 啊 通行啊 確實比引用績效啊 還要重要 所以因此啊 交通部啊 民航局都不可以 忽略我們花蓮台東和離島居民的 基本的啊 交通的要求 如果未來 還真的把這幾個機場給降級 啊 這個人力啊 調派 啊 是不是就影響現在 往往以花蓮台東和離島的 這邊的那個班機 而民眾的潜意啊 又是如何的來確保 所以這一點啊 本系希望交通部和民航局要提出說明 可以不可以 可以 請舉掌 我想我先 若後就像一個很窮家庭的那個 學生啊 你的光環要更多 我的花蓮跟離島就是這樣的看待才行啊 是 我想那個離島偏遠地區的交通服務啊 我想交通部一定是 全力來支持 那 航站這個部分 雖然說它運量是 比以往是下降了很多 但是我想我們這個服務是不會中斷的 航站的服務是不會中斷的 好 我們希望是這個樣子 那麼 接著我們 今天有一個所謂 交通處罰 條例第92條的這個這個修正 哈 那麼因為 九十二條啊 是禁止所有的啊 啊 據說行事於高速公路 同時呢 今天有沒有來演考會 行政院演考會的人 是這樣 沒有 有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哈 那個演考 行政院演考會 去年三月 呃 對是否開放 啊 五百五十CC 的重型汽車 進行民意調查 結果呢 是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 不贊成全面的開放 那反對的主要理由啊 啊 一列下來就七個 其中從第一項來說 我國國情跟其他的國家不同 另外第二個呢 是會嚴重影響交通安全 第三個呢 因為重機車 是五車殼 沒有殼 來保護 容易造成重大的一個傷亡 第四呢 是 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的功能不同 不能夠啊 同等看待 第五呢 這個 目前的高速公路 塞車的情形 啊 已經很嚴重 如果是這樣開放的話 會更加的嚴重 第六呢 這個 高速公路 啊 通往的這個 車輛的種類太多的話 不利於行車的安全 最後啊 說說不應該為少數中機車的歧視的需求 而 可能就誤害大多數人的一個安全 我們想一想啊 也蠻有道理 特別請教一件事情 你交通部對這份的民調的看法 是如何 未來 是不是說會持續的根據這個民調 來了解我們整個大社會接受度 作為開放政策的一個參考指標呢 好 謝謝委員 那個我想 我想研考會那個民調是有參考價值 那我們也陸陸續續一直在做這個民調呢 基本上我想呢 我們這個民調的結果顯示是大致是這樣子的 那研考會應該也是符合這樣的結果 就是如果我們對全面的開放高速公路 給重型機車走的話 反對的比例高達八成 但是如果我們一些限制 譬如說限制時間 限制路段 譬如說目前我們初步規劃可能限制只在國道六號跟八號 同時呢對於重型機車在走高速公路的時候呢 他如果有違規的話要以嚴格的處罰 那超過一半以上的民眾是同意的 所以呢我們會呢這種相關的配套的處罰的規定 還有呢這個開放的時間路段等等呢 做一個嚴格的管控呢 我相信我們民眾是會同意這樣的一個方式 有個例子 像快速公路 就是說 也有人啊 相當危機的一個局面 四個行這個行車的車大 五六個重機車就在前面 肩並肩快樂前行 哦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那麼這樣的呢 就投訴到你交通部呢 你自己就沒有處理 這是一個 所以我們 國道目前的車流量啊 以及巡視的狀況啊 是期待改善 我們真的需要考慮到 有沒有這個空間 有沒有這個條件呢 讓重機車在國道上啊 這樣的一個事情 本期希望我們交通部啊 能夠公盤的考量 所有的技術層面 這個執法面 以及鎖法的習慣 相關的細節啊 並獲得大多數人的 認同之後啊 然後再進一步啊 討論是否開放重 重機車 詢視到高速公路 當然剛才有一個委員說啊 是不是能夠施辦幾個地方 不是那麼密集的地方 那個是不得已的時候 再做考量 社長一位如何 我們現在就是要在一些 不密集的這些路段呢 周末的時間 類似這樣的方式來示板 然後呢我們呢 這個關於那個 重型機車在上面 可能會產生這些違規行為啊 我們跟高速公路警察隊呢 局呢都已經有做過討論 舉例來說剛剛委員關心的 這個並肩騎車的這些問題啊 這個會重罰 而且呢 因為那個高速公路 很多的路上 我們現在都有監視器啊 所以基本上這只要被這個 攝影到的話啊 這些事情我們一定可以 追蹤的到的啊 那另外就是 當然他們這個 到時候開放的時候啊 這個道路安全的這個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讓這個 重型機車的業者知道呢 這個我們好不容易 有一些地方 讓他們試行啊 他們不要呢 把這個事辦的過程中呢 給那個民眾 或是這個安全 留下不好的結果 那可能呢 就會前功盡器 所以我相信重型機車者呢 也會尊重呢 最后我們大院的這個 決定結果這樣 這個 一句話 启示啊 重型的启示什麼樣 胸揪揪 不 雄揪揪 然後胸揪揪 就發生意外之後呢 前面兩個揪揪都沒有了 這種事情呢 會發生啊 所以要非常的慎重 王委員不高興 謝謝 謝謝